我就是大概做出来 就是反正按钮不能变动 按下它插入这个空白裂它不会变 然后它会一个一个的逐一逐一的帮我把 逐一逐一的帮我把那个底下多一个空白 有没有 空白裂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在下面增加行事力 OK 然后那个裂高你可以自己调整 我刚刚是50 如果你要高一点 也OK 甚至有同学说 可不可以插入两列 可以啊 自己想办法 有没有办法 一定可以的 反正印射两行就好 印射一个印射两个 可不可以啊 OK 那将来你要delete 你要delete两次 OK 所以那个自己练习一下 我想应该不会太困难 跑一下就会有答案了 OK 那再来就是底下把它变成没有那个格式 当然未来如果你要把那个底色拿掉 你如果要填颜色也可以把它改一下 或者字啊颜色等等的都可以把它套用进来 都是利用前面类似的方法 甚至你要把框线再变更也OK 前面有borders物件嘛 对啊 你就把borders改一下 这样应该就没有 这样把它删除掉 好 这样都OK 其实那个列物件 未来不止这些应用 包含就是说我们常见的就是 删除重复列 比如说我们常常有重复资料 你要让人工比对 比如说两个一样 三个一样 就把一样的删掉 怎么写 OK 可以想想看 这个还蛮常见的 OK 重复资料删除 那很简单嘛 你就比对嘛 一样反过来 如果你的这一列 跟你的上一列的哪一个 储存格里面的资料一样的话 逻辑判断 那就把什么 要不就把上一列 要不就把下一列的资料删掉 然后继续往下检查 如果又一样 就继续删 删到只剩下一个 因为这个写过了 这多一个逻辑判断而已 那 蛮好用的 还有其他蛮多地方的 以后有遇到 我们再来看好了 大概这样 另外的话 如果说 有同学说 老师 那我如果不是 不是像这个插入列 我如果要插入蓝的话 蓝的话 特别注意 很道理一样 也是印射语 也是delete 不过名称不一样 roll的话 列是roll 那蓝的话叫column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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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等同是这边插入函数里面有一个 简式与参照里面也有了 column 就是这个拼法 column column 指的就是column 物件 你要insert也可以 delete也可以 也可以 反正刚刚是由下到上 那现在如果你要insert的话 尽量也是不要由左到右 刚好由右到左 我会比较ok 概念是一样 只是说换个方向而已 名称换一下 不就ok了 所以很多物件 虽然看起来名称不一样 但是用法几乎一模一样 像你说sales物件跟range物件差别在哪里 其实就是一个是一个储存格 一个是很多储存格 或一个储存格都可以 所以你就变化一下 里面用的属性 比如说底色啦 字的颜色都一样 好那 再来这个大家就先告个段落了 不然的话很多问题 都可以再延伸 所以把它储存一下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日期时间 就告个段落 再来的话我们就是开启那个 数学函数部分 数学函数的话 基本上不外乎就是sum 不过sum的话太简单了 sum里面还有sumif sumpoda 还有sumifs等等的 那当然我们这一题很简单 就是说加总 不过加总的话 假如说我们三次月考 第一次30% 不过这个比重可能加一点 因为如果加总太简单了 但是如果说我要加总是有前提的 就是说第一次30 第二次30 第三次月考40 请问它的总成绩多少 所以你要把这个乘这个 加这个乘这个 所以比重的部分 公式当然几种方法等于什么 等于你就这个储存格 乘上这个储存格 有没有加上这个储存格 乘上这个 加什么呢 这个乘这个 当然如果你还好就有三次 如果很多次的话 很麻烦 对不对 那 再来的话 等下向下填满 第十一列不能变动 为什么 比重 所以特别注意 请你把十一前面加一个前的符号 OK 把它锁起来 就是这个地方固定不要动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这个公式 可是这个有个缺点 就是说 它这边如果蓝数多的话 那就很麻烦 所以你可以利用另外的函数 像我刚刚讲的 在数学里面 这边有个数学三角 数学里面 会有一个sum开头的 s开头 那sum底下的话 我刚刚讲了 不好意思吗 sum是加总 应该都会啦 不用讲 sumif 等一下会用到 sumif s s的话是多个条件 if是一个条件 多一个s是多个条件 一个以上的条件就对 另外有个sumpoda 那sumpoda 其实基本上就解决 刚刚类似的问题 它这边有个叙述就是 传回多个阵列 其实就范围中 多个范围 各相应元素 乘积之总和 意思是说 假设你这边一个范围 这边一个范围 相乘的总和 乘积之总和 不就是刚刚一样的道理 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个改的话 你可以按确定 sumpoda 那它这边有array 1 就是这一个 array 2 就是这一个 那它两个相乘的结果 按确定 那如果最后把它取整数 向下填满 不过向下填满一样 要把11锁起来 f4 按两下 锁列就好了 打勾 向下填满 有没有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对不对 所以其实以后 如果你有很多个范围 要互相成的话 你就是用这个sumpoda 而且它不是只有两个范围 三个范围 四个范围 五个范围 还有没有没有 还有最多二五五个 不过理论上没有人那么无聊 二五五个什么成 成那么多个 对不对 理论上是可以这样做 所以相成 那再来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把它用BBA OK OK 我希望旁边 现在也是复习 旁边做按钮 直接OK 结果跟这边一样 一个清除 但是怎么做比较简单 要不就是你可以复习丢公式 所以我说 你什么都不会没关系 你再怎么样 你会把 刚刚的这个sumpoda公式 丢到里面来吧 应该总会吧 OK 这个所以我说 你至少VBA里面这一招要学会吧 学会了你其他 再怎么样你还是做得出来 但是你也不能只是只会这一招 我就建议你未来还要延伸 就是如何用VBA的方式 把他结果写 不是只是丢公司 第二个就是 插入一个制定函数 也许叫成绩函数 给他三个成绩 他帮你返还结果到这边 制定函数 这个前面讲过了 只是说你要回锅想想看 也没有办法把它做出来 另外呢 我们前面讲过范围 你不要给三个 给一个范围 成绩 范围函数 自己把它做出来 OK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试试看 刚刚一 就是用这个方法 记得这个30 30、30、40之以下 就是公式 这个比较啰嗦 第二个三拨档 比较简单 但毕竟还是eSale里面的 我们希望一键完成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